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 一个女生自己举着调频过了马路往前走着 背影看起来潇洒又孤独 隔着屏幕都觉得她坚强地让人心疼 讲真的 如果可以有依靠的人 没有哪个女人想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 再坚强的人也会希望在病了累了的时候 有个怀抱可以阻挡住外面的雨雪风霜 如果不是身后空无一人不敢倒下 谁愿意一直独自一路披荆斩棘呢 电影《溯源》中有一句很戳心的台词 最孤独的人最亲切 受过伤的人总是笑得最灿烂 因为他们不愿让身边的人 承受一样的痛苦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坚强久了的人 在旁人看来总是很成熟 很独立 很干脆果断 因为在那些一个人成长的日子里 你一直戴着一张面具 面具上有无懈可击的微笑 时间长了 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强大 不怕孤独 不怕失败 你成了别人口中靠谱的人 你能够在朋友遇到难题的时候 给予适当的帮助和鼓励 你可以说很多温暖的话 去安慰身边不开心的人 你听到他们说 有你真好 心里也会觉得 像洒进了阳光一样 也经常有人夸赞你 总是一副自信的样子 似乎从来都不会难过 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也有很多委屈无处倾诉 你也会经历很多个 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刻 只是你习惯了 你习惯了勇敢和坚强 你从不在人前哭 你习惯摆出一副 我很好 我可以的姿态 承受住那些艰辛 抱抱自己 然后继续坚定地超前走 很累 但其实也挺好的 不会盲目地期待着别人的陪伴 也习惯了凡事 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些打不倒你的 都把你 磨砺成了更强大的自己 快凌晨的时候 发了条微博 就一句话 让你变成熟懂事的那几年 一定很辛苦吧 让我觉得很温暖的是 很多人都对辛苦二字 感同身受 但大家都明白 人间不容易 得活出个样子 给自己看 还有位读者给我发私信说 就是这几年啊 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知道自己再一点一点 变得更好 一点点努力 一步步前进 知人间冷暖 事态炎凉 但还是愿意 怀着一颗炽热的心 真诚善良 其实我们都一样 在这个有时候 会让人觉得 无望难挨的世界里 勇敢而坚强地生活着 你看 没有谁不曾吃过现实的苦 但是能够含着眼泪 吃下饭的人 总有一天 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坚强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状态 它不冲突 所以你也可以 坦然地摘下面具 接受不完美 接受软肋 接受自己 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也有想崩溃大哭的时刻 没关系的 难过的时候就哭 开心的时候就放肆大笑 该努力的时候绝不松懈 该放松的时候 别把自己崩得太紧 你要记得 生活是有弹性的 坚强并不意味着 你一定要一个人 去做所有的事 我们都需要知心人 朋友也好 爱人也好 主动打开你世界的门 才能和那些真心实意 对你好的人相拥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总会有一个人 看穿你的伪装 看懂你的过往 看透你的倔强 而你也要学着尝试 学着接纳 学着放松 让对的人感受到被需要 让他知道 你也需要陪伴和关切 生命太久 不该独走 别怀疑自己 更别否定自己 独一无二的你 值得世间所有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